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治疗的诺和诺德在英国推出了VGV后 其股价上涨了0.7% 达到了丹麦克朗1310.8 约150英镑 那么这其实市值达到了3400亿英镑 超过了整个丹麦的经济总值 后者为3230亿英镑 那么这款减肥药到底是何方甚甚呢 那为什么在这两年这款药成为了明星药物 首先我们先来看个数据 就是全球范围的肥胖和超重的数据 那么在2020年最新的数据 全球的超重人口比例达到了38% 肥胖人口的比例达到了14% 对全球超重和肥胖的水平估计表明 在2035年可能有超过40亿人受到影响 而202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26亿 那么占全球人类比例将从2020年的38% 增加到2035年的50%以上 预计同期肥胖症的患者将从14%上涨至24% 到了2035年将影响近20亿成年人 儿童和青少年那么2023年的世界肥胖患病率上升预计 和青少年的肥胖率将会也提高 那么世界范围内超重人数增加 其实对于经济也有影响 没想到吧 那么数据表明超重和肥胖在2020年影响为1.96万亿美元 到了2035年将增长超过4万亿美元 这里的经济影响包括治疗肥胖的医疗成本 以及对于超重对经济生产力的影响 例如高的BML导致的缺勤 例如超重导致的缺勤 在港效率低下 那么工作时的生产力降低 或者是过早退休 或者是过早去世的问题 那么预计经济影响将使全球的GDP下降2.4% 到了2035年将增加至2.9% 这些是年度经济影响 那么讲一个近年来对于经济最大影响的事件 就是COVID-19 COVID-19的疫情导致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的GDP为3% 那么这也是疫情最严重一年的数据 那么超重造成的影响已经非常接近于这个数字 那么在这些数据的加持下 对于减重这个问题 其实成为了一个社会性问题 那么其次讲一讲减肥药背后爆火的逻辑吧 那么一方面就是健康因素的趋势 肥胖和超重与多种健康因素有关 一些人可能认为 因医学要求而寻找减肥药作为治疗手段 同时也可能缺少有效的替代方案 对于一些难以通过运动或者饮食改变的人来说 那么减肥药可能看似是唯一可行的选项 再加上一些减肥药可能会提供一些科学或者临床研究来支持其效果 这增加了其可行度 另一方面就是非健康因素 其中包括社会压力和审美观念 那么许多的社会和文化强调苗条或者是理想的体型 这个人们带来了减肥的压力 身材焦虑 因运而生 那么第二就是方便性和快速性 减肥药通常宣传为快速容易减肥的方法 与长时间坚持运动和饮食控制相比 给人一种省事有洁净可走的感觉 那么第三就是心理效应 人们通过希望找到一种简单的方案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那么减肥药往往被视为这种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式 第四就是口碑和社群的影响 一旦有人成功使用了减肥药 并且分享了自己的经验 这种信息往往就会迅速传播 吸引更多的人尝试 那么这里就要讲到诺和诺德这家公司了 诺和诺德是一家总部位于丹麦的全球医疗公司 成立于1923年 该公司主要专注于糖尿病、肥胖、血友病和生长障碍等各个领域的治疗 诺和诺德是全球糖尿病治疗市场的领导者 提供各种胰岛素和其他荷尔蒙产品 诺和诺德的股价在今年上涨接近了40% 近52周上涨为85% 其明星产品VigoV和Ozenpak 目前在处于一个全面缺货的状态 那么从市场份额上来看 诺和诺德在2022年的年度报告中表示 该公司控制着全球一半以上的GLP-1药物的市场 那么2022年其市场份额为54.9% 高于2021年的52.7% 那么2020年到2022年 整个国际糖尿病市场而言 诺和诺德的份额从22.3%上涨至了31.9% 接近了三分之一 那么占比很高的市场份额 也使得其产品具有相当大的竞争性 那目前最重要的还是 无论是减肥药还是治疗糖尿病的药物 在市场上都有极高的需求量 虽然有不少文章 或者是诺和诺德的官方都说明 其减肥药有着可能发生恶心 腹泻 呕吐 便秘 胃痛 头痛 疲倦等副作用 但是整体来说 这些副作用都在不少人的可接受范围之内 再加上之前艾罗·马斯克等知名人 都是都使用了VigoV进行瘦身 那么在名人的效应价值下 更使得吃此减肥产品声名远扬 总结来说 就现阶段而言 只要VigoV没有太大的负面新闻 或者说被证明其对身体有绝对性的损伤 这个减肥神药还将继续活下去 而且有不少的国家还没有批准这个药物 那么由此看来 诺和诺德未来还有继续增长的前景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别忘了转发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